因为桃园 聋雅协进会的总干事 那因为他的母亲是慈继的环保志工 然后他知道说我们人一会有这个 疫诊的关怀 那因为有了这样的姻缘 所以才有这个手语的翻译 桃园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非常棒 然后又还有加上手语翻译的志工在旁边 透过影片加上医护人员现场分享 更能感受疫诊现场爱心如何加成有加倍 然后他的夫人还有他的女儿都护理师 然后每次疫诊全家都来啦 要给他赞叹一下 然后爸爸妈妈 好心好心也是未来的中医师 全家都是菩萨家庭 就感恩在那里 进入慈祭 然后发挥说用慈祭的力量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 医师其实可以做更好的服务 能够而且让你们能够 减轻病痛以后 而且建立你们的自信心说 我实际上不是一个病人 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那今天他有他带两个小孩 这也是人一会的药师 这是他的儿子 这是媳妇 他们也都是药师 甚至他自己都带自己的旨工来保佑 所以也是很感恩 这一年人一会配药需要药师 所以就请药师媳妇 也加入人一会 真正的要照顾别人 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这就是爱心 爱别人同时爱自己 爱好自己保护人人平安 期待持继人都要有的心态 桃园人一之爱往下扎根 带动青年力还有他们 肢体演绎佛法深入慈激地时 也在这找到了自信心 就连不认识我的事故 都会主动和我打招呼 让没有自信的我感觉好温暖 来到慈激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呵护的孩子 新著名二代在这有了心理依靠 至于他则有了另一番人生滋味 直到就是在去年初的某一天 我开始盘点起我自己的人生 想象着有一天我当了阿公 想象有一天我当了阿公 我的孙子孙女跑来问我说 阿公啊阿公 你这一生中最值得骄傲 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而我可能只能回答他们说 阿公啊这几年都在竹科卖干 重新思考后的他瞬间清醒 那如果换个说法 阿公啊这几年都在慈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为了不让我的生命留白 跟施工上来您报告 我在今年年初也投入了 见习志工培训 我一个心愿想要把慈激历史 把它编写起来 这样可以延续后代 这就是菩萨家谱在人间 可以说这样 以爱接棒形善在人与人之间 代代相传永不止息 带一新闻超市街巡航 桃园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